我们现在很多的文化 没有回到我们自己原先 这种互相相应 互相扣合的本质 所以文化的教育效果就不大 比如我们读个《琵琶行》 大家读过这几句 弦弦演绎深深思 世素深平不得志 低眉信手细细谈 道尽心中无限 他刚才是不是这样子 你这个给学生一听 哦 琵琶行 原来 白鞠玉为大家也 白鞠玉 我年轻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在香山全集的时候 白鞠玉在写一个给哪里的谈皮 就是四弦千变以一曲万从情的时候 写一句话 自己注释的 他说 世人但知善琵琶者善右手也 右手不知善琵琶者乃善左手也 所以他会写出这样的文化 是他懂琵琶 你看 刚才是不是 就是我们益凤弹 不就是这样吗 但是他基本上他有这个 他还是有刚性的个性 举个例子再弹一下 就是那个 第一段随便哪里 他娓娓道来毫不脱离带水 没有过度的浇灭都 其实很干净的 是不是 它有刚性的东西 它不会这样 给你拆脱 给你量 那如果高精来 还是夫妻来 你会说 整个人都收起 是不是 这是它刚性的本质 所以同一条曲子 你这个用真来谈就是 用真来谈就是柔情似水 可是感觉就不是那么清朗到 让你觉得它每一次的心思 是如此的让你感动 这是琵琶的特色 所以我们等一下才会谈到它的霸王谢甲 所以它的文曲 虽然有文曲舞曲 它的文都跟别人不一样 好 那么